我们在这里宣布 我们儿童权力公约的施行法 从今天开始正式施行 总统马英九在11月20号 国际儿童人权日这天 宣布台湾的儿童权力公约施行法 即日起正式施行 今年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通过25周年 马英九表示 虽然台湾无法签署加入联合国推动的公约 但是儿童权力公约施行法 即日起已经成为国内法 也只是法务部通盘检讨所有公约 避免台湾遭到国际公约边缘化 儿童权力公约施行法 目的就是要健全儿童 以及少年身心发展 落实保障以及促进儿童及少年权力 总统马英九表示 政府应该继续提供儿童健康安全的环境 应该将儿童的生活教育安排恰当 认为家长 老师 政府都要以身作则 他在那个年龄应该有多少的知识 我们做老师的 我们当政府官员的就应该去让他得到充分的教育 不能过了那个年龄之后 该会的不会 这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台湾受虐待的儿童人数去年有一万六千多人 跟民国一百零一年相比减少了两千八百人 但是人数还是很多 因此如何保障儿童安全是首要工作 总统表示儿童如果来不及长大 给儿童再多人权保障都没有用 所以还是要持续的提供健康安全的环境 让孩子们能够得到保障 谢谢大家 岛西游台北市采访报道